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歡迎的呢 是來自台北的黃建新 黃先生 大家好 特別歡迎呢 就是我們的花倫哥 歡迎花倫哥 大家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特別歡迎的呢 就是馬姐 馬姐妳好 妳好 這邊 花倫小姐妳好 花倫哥妳好 對 花倫哥應該從小看他的 那個... 作品長大的吧 我是從小來 我對... 對 而且他比我年長這麼多 哪有 等一下 我說的 沒有 他是因為很年輕的時候 他會出來外面打拼的 我說的是電視的年齡 好不好 我電視年齡才兩年多而已 他的電視年齡多久 還有人這樣子算 沒有人這樣子算 對 差很遠了啦 馬姐應該是幾歲的時候 就開始出來演藝圈裡面奮鬥 18 18歲 剛出來的時候呢 就當上女主角嗎 幾乎 真的嗎 對 對 當然前面也有幾部 就是從丫鬟開始演戲 這個是必經的過程 對 聽說你是那個 牛肉廠的始祖 真的還假的 那個時候是還沒有 踏入演藝圈是不是 沒有 那個時候 我已經在演藝圈了 只是你知道就像 我這個人就是很糊塗糊塗 因為當時有一個 所謂牛肉廠的老闆 她是告訴我 她說 我買了一個牛肉 就是買了一個 當時在 買了一個牛肉 對 買了一個做牛肉廠的地方 那我想要把它改型 所以就是希望說 我能夠去當他的特別來賓 我會想牛肉廠到底在幹嘛 華倫哥 你知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你少來了 我不能說知道 牛肉廠 說知道就很慘了 不能說知道 沒有啦 聽說 你應該聽說過吧 聽說過 對... 就是喝牛肉湯的地方 是... 吃牛肉麵啊 所以台灣牛肉麵很好吃 就是這樣 來 我們先看一下 這一個是... 這個厲害了 這個 馬姐 你這個是 從哪裡來的這個 它這是一對喔 我把它配成這樣 我跟你講 我拿在手上 我雖然戴著那個手套 拿在手上 我就覺得它的那個質地 非常的潤 你又給我好多希望 真的啊 這個 你買多少錢啊 這個 這個... 不貴耶 買六萬多塊而已 不貴 因為我剛剛拿到手上 我就覺得它的那個質地很好 很細膩 你說你買兩個一起買六萬多塊 對 其實... 其實正確的數目 我也不太記得 但是大概... 大概啦 不過你講到六萬多塊 有一點尷尬的數字 為什麼 因為說真的嗎 它也不是六萬多塊 說它假的嗎 它也不是六萬多塊 怎麼你就假的一個數字 就是很尷尬 剛好卡在中間 其實當時我是先看桌子 然後我無意中發現這個戒指 我說這個可以配成套 然後我就... 我就說那這樣兩個多少錢 不過的確 兩個看起來就很像... 應該是 很像配套的東西 很像是同一顆的東西 對 而且 因為你一個戴在手腕上 一個戴在戒指上 好 來 這個買入價格是6.5萬 因為你這邊寫的是紅匪 到底這算紅匪還是黃匪 因為看起來的顏色像是黃色的 來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紅匪的一個套組 這個手鐲再加上戒指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11萬元 掌一倍 對 這個怎麼會是只有... 來 我講給你聽 這個 光這個東西 大概就要2萬5千塊 這個 那因為這個手鐲嘛 手鐲當然就比較貴啦 所以兩個加起來 大概就是11萬的東西 9萬...9萬塊錢 9萬5千塊這個手鐲 就差不多這樣 不過這樣說一下 先回答慶學說的啦 是 我信學在幫大家問說 紅匪跟黃匪到底差別在哪裡 來 你看我現在手指指的這地方 如果顏色能夠深到這裡 再深 還要比這深的話 那就是變成我們在翡翠說的紅色了 那如果沒有這一塊的話 就光現在這樣子的話 目前這個顏色我們就會稱為黃匪 就是黃色 所以它這個不應該稱為紅匪 對 還可以叫黃匪 那當然你要稱為紅匪或黃匪的話呢 那就要看哪一個顏色的分布比較多了 所以佔百分比啦 那現在這個百分比這個比較少嘛 所以大部分叫這樣子的東西 大概都是叫黃匪啦 不會叫紅匪這樣子 好 來 花倫哥 你剛剛估了一個價格的話 你說這個戒指是 兩萬五 兩萬五嘛 對 然後其他大概有九萬塊 在這邊 九萬塊大概 在這個手桌上面 對 八九萬塊在這個手桌上 好 那花倫哥你能不能特別講一下這個手桌 因為我這樣子看 跟摸起來 它不是冰種的 不是 它不是冰種 可是它的質地非常的細膩 對 大部分 這很奇怪 老天就是這樣子 天生的東西就是這樣 如果是像這樣子的 黃色的 尤其 因為黃色是我們所謂的鐵元素 這很怪 只要是黃色的在上面 跟黃色的產生實紋的翡翠比較少 就是比例原則 對 感覺它實紋比較少 大部分跟黃色的在一塊 就是翡翠上面有黃色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有實紋的相對比較少 可是如果是綠色的 很多都是有實紋 所以相對的就是告訴我們說 綠色的是比較稀少的嘛 那再加上綠色的顏色 是我們比較喜歡的 好 回來講這個 這個東西黃匪各位記住一件事情 如果你現在看到我們節目上面 這樣子的顏色 保證它一定是A貨 這個就不必去測 也不必去測所有的東西了 因為為什麼 如果是B貨的話 用樹脂 一去做的話 拿去 如果裡面含有樹脂的話 這個拿去泡強酸的話 上面這個褐色的 黃色的 紅色的這些 全部第一個就會全部沒有了 所以它就會變成白色的 那因此這樣子的話 因為這個黃的太多了嘛 那如果黃的都沒有的話呢 就會變成整個蜂巢的狀況 空心的狀況就會產生 那就會很嚴重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個 他說是叫做老坑種的鬱介 這怎麼樣看都不像是翡翠 它這個應該不會是玻璃或塑膠 因為這邊已經有看到有一些 內含物在裡面了 有一些黑點 然後上面這邊的話呢 這個地方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地方 白白這個地方 好像有點類似撞到裂掉 或者是裡面有死脈紋在那裡面 這個是怎麼樣的 講到後 這是 我在猜這應該是 國民黨裡面重要的信物 因為裡面有一顆梅花 來 我們說這個金額 好 來 這個 馬姐 妳忘記了嗎 我真的忘記了 好 那妳自己估呢 我感覺很小 她估了一個價格 這個價格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東西 她估了一個價格是五萬塊 那妳如果是翡翠的話 又是這種冰的話 應該不至於只有五萬 好 來 所以妳應該也不知道 她到底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不曉得 好 華倫哥可以 可以了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老坑種的預見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進價 五萬元 怎麼剛好啊 這到底是什麼啊 我講給妳聽 剛才我有回應慶學說的 這個是跟翡翠一樣的製設元素 跟翡翠一樣製設元素有什麼呢 一個就是翡翠自己本身 還有一個就是竹母綠 這都是各元素 所創造出來的綠色的色調 所以妳看喔 它的顏色 竹母綠的綠色 它的色系跟翡翠的綠色的色系 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跟剛才慶學說的 和田玉的綠色的色系 是不一樣的 和田玉的綠色色系呢 各位有機會就到我們東部去看 看那個台灣玉 豐田玉 那個是比較暗的顏色 那色調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是叫做竹母綠 可是這個竹母綠呢 就是一個邊角料做出來的東西 可是因為它還可以製成一格 之所以會有五萬塊錢 是因為它製成一格 就是它可以做成一個主食 自己可以做成一個主食 可是這個要有緣人才會去碰 因為它不是一個一般的切割的狀態 不是一般的通貨這樣 不是通貨 對 它就不是通貨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竹母綠 好 不是那個... 不是翡翠啦 好 真正翡翠應該是... 感覺翔玉有點像 糟了 可是感覺妳這個竹母綠 好像還比較散耶 不是 因為我是買它 然後拿它來配的 妳這擺是要把它做一套這樣子 對 我是一起買 這兩個是一起買的 沒有 它是買這個 對 然後... 買這個以後妳... 然後... 再找一個戒指這樣子 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 這個可以配成一套 在同一個店 同時買 對... 這兩... 不要嚇我 這怎麼看起來真的 有點像是竹母綠 會不會也是竹母綠 這真的看不懂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來 它這一個 上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有一些白花在 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白花在 然後上面這邊的話是黑色 然後呢 帶著透度 這個結晶結構好像也不是翡翠 這個交觀眾朋友 清雪你拿到 交觀眾朋友看一下 因為它後面有... 有縫 對 所以我們從後面打個光 是不是翡翠啊 光這樣子看就可以了 有經驗的話你這樣子看 如果它的透光度像現在這個這麼強 你看我往上走再往下 它這麼強就代表它是完全的透明 你買多少啊 我相信應該是五萬以內 你才買五萬 你不相信 我覺得你應該有 沒有...不是... 因為它估的一個價格 我先給各位看 它估的價格是估二十萬 我在猜它應該就是買二十萬 不是 絕對不是 你前面這個都是這樣 你的估價就是跟你 不要賠錢就好啦 對啊 對啊 這個也一樣 沒有啦 就是不要賠錢 沒有啦 這個... 好啦 我老實講 這個其實是 是我跟我朋友打賭一碗豆花 他說二十萬 我說不對 不對 我記得我當初買一定是五萬之內 你朋友說二十萬 價值二十萬是不是 對...好 來 好像一碗豆花 因為我想說 我在猜她朋友一定覺得說 只要那個馬姐帶在她身上的東西 應該都不便宜 所以你朋友說是二十萬 你說是五萬 所以他們打賭一碗豆花 不是...我記得我當時應該是一碗 應該是五萬塊錢 對...去買的 好 來 浩龍哥可以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玉醉呢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值多少 請見價 二十萬元 這麼高啊 這什麼啊 這個是標準的祖母綠 因為很大顆 因為很大顆 它夠大了 然後可以製成一格 做成自己的東西 還有一個 這個的顏色 因為很漂亮 顏色夠深嘛 對 這是標準的祖母綠的 自己的墜子的型態 然後做成了自己的雕刻的樣子 那同樣的 跟剛才那個一樣 它都不是屬於我們說的通貨的東西 還是要找到有緣人才會有興趣 可是這樣子的東西呢 如果你到一般的珠寶店呢 大概都要二十萬了 如果沒有二十萬的話 大概也買不到這個東西 是現在吧 現在 可是畫龍哥它上面的話 有一些黑點的地方 那個不是祖母綠裡面 比較不喜歡的 比較髒的東西 對 就是因為那些黑點來 我跟你說 你問得好耶 如果...就是因為有這些黑點 我照一下給你看 就是因為有這個黑點 所以呢 它沒有辦法做成那種切割 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黑點在這邊 對不對 祖母綠式的切割 它不能做 黑點都會跑出來 你看 所以人類就這麼聰明 如果沒有做這些的話呢 沒有做那個祖母綠式的切割 你看現在這樣子的樣子 那就...你就看不到裡面的髒東西了 對 我說的二十萬 還只有上面那個石頭 還沒有算旁邊的那個鑽 旁邊那個碎鑽那些 那些人大概要五萬塊錢 現在 沒有... 我說現在那個旁邊那些 大概要五萬塊錢 所以加起來你這整個 應該是二十五萬在現在的 馬姐你這個是不是 那種忘了的 是不是都是人家送的 沒有 不是啊 沒有 以前你們在外面做秀的時候 不是 沒有 經常會有一些 我就做了一家牛肉廠 就把它做倒了 你真的就要承認 把人家做倒了 那時候出去這樣子 那個秀的時候大概 一場秀的話這樣子可以賺多少 其實老實講那個... 那時候錢其實比較好賺對不對 那個時候一場 因為是牛肉廠 所以那個老闆老實說 我唱一場 他給我五萬 然後... 那時候這麼好賺 所以他一場 他就可以買一個墊子 因為沒有人敢去牛肉廠 可是... 老實講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糊裡糊塗被騙去 等一下 那個時候那是五萬對不對 那在一般的電視台 那個時候是多少錢 221幾 你看 差那麼多 可是不一樣啊 因為那時候是老三台的時候 到電視台裡面 只是為了打知名度 打完知名度以後呢 他可能可以去到其他地方作秀 然後他的價碼就會高了 對 然後你那時候去作秀的話 你那個在那牛肉廠 大概做了幾場啊 我做了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是一天一天都... 一個一場這樣子嗎 沒有...一個禮拜 然後一天 基本應該是三場 然後如果碰到禮拜六 禮拜天可能會有五場 那這樣子做起來其實也不少耶 不少錢喔 對 確實 做起來的話幾十場有喔 確實 其實我第一天進去我真的傻 因為他們完全就是一絲不掛 然後我頭都不敢抬 那你需不需要穿啊 我穿我的禮服啊 因為我是特別來的 所以到你那個地方的話 是中場休息時間嗎 所以啊 沒有 牛肉好看了啊 就完全看不到 因為馬姊姊那時候 具有知名度啦 只要打到這個馬慧珍的話 那基本上所有的那個 就爆滿這樣子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馬姊姊那時候呢 交了一些朋友 然後呢 這個是... 來 馬姊姊這個是朋友送妳的 我跟你講這個是 真的是唯一朋友送我的 是在牛肉廠丟給妳的嗎 那是不可能啦 不可能 那個應該要... 私底下 就我一個... 算是我一個長輩 這是長輩送的 對... 來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其實應該掉了是不是 對 就是 這個應該... 讓我撿回來 這有沒有... 這有沒有一克拉啊 沒有 看起來... 這不到一克拉啊 沒有啦 那妳怎麼還撿得到啊 所以我就說我很幸運啊 這個...這個鑽石喔 在我們節目裡面 從來沒出現這樣子的東西 今天第一次我們要好好來說一下 這樣子的東西 他會值百萬 值百萬 值百萬 如果是... 等一下妳就知道 他考不好 他考不好特殊的一個色彩在還是什麼 對 我請我們的助理 來好好把它看一下 你這個買多少錢 你認為應該值多少錢 老實講 我看它小小的 所以我才敢修 他估的價格不高啦 來 估多少錢 對 其實也合理 2到3萬 因為這一個...這個時候我看 大概就是25、6分 大概2、3萬 小小的 就是在市場上大概就是2、3萬 那是沒錯的 可是妳這一個呢 還特別有意思 來 我說進了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20分 25分左右 25分左右 那個粉紅鑽25分的話也不得了 對 來 25分的一個這個白鑽 那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進鑽 8千元 啊 沒關係 是人家送的 別人送 不是 8千很尷尬 8千也不是假的吧 不是假的 你看 聽這個數字 你就知道是真的 那它到底是怎樣 對不對 這個鑽石呢 是我們說的油料處理 大部分我們都會聽到 竹母綠對不對 像這種竹母綠呢 我們都聽到的是 竹母綠的油料處理 可是今天這個呢 是鑽石的油料處理 來 我們先看這個鑽石 到底是怎麼回事 來 來 我們剛才 我在放大鏡裡面看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的 就是這個地方 我看這個地方 有點奇怪 這個是裂紋啊 對 這個就像是裂紋對不對 然後我又看到了 這邊也有點怪怪的 然後現在呢 我請我的助理呢 我們在不同的燈光 我們現在這是從側光打進來喔 你記住喔 如果你看到了 看鑽石要兩個方式 一個是側光打進來 先看 看到有這個紋路 第二件事情 你要開始用反射光 就是用上面的強光照 來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好 你看 上面的強光照的時候 就是上面光線照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七彩光跑出來了 來 觀眾朋友 你注意看這邊 跑出來了 有沒有 你看 橘色的 紅色的光 就慢慢慢慢跑出來了 有沒有 就是這個地方 上面那個地方 你就在動的時候 你就發現 怎麼會有七彩光 來 我跟你說 天然的鑽石 保證不會有這樣子的顏色 也保證不會有這樣子的閃光 這種的閃光絕對不會有 就是七彩的閃光 絕對不會出現像這樣子的東西 你發現了這樣子的東西 它就是有問題的 要小心啦 好 什麼叫鑽石的油料處理 來 你看 這是一顆鑽石 如果大部分的鑽石 都會裡面含有一些羽毛狀裂紋 或者這邊有一些裂紋 或者這邊有一些裂紋 那當這個羽毛狀裂紋很多的時候 我們眼睛從上面看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的裂紋在這邊 裂紋就不好看了 那不好看怎麼辦 好 那我們就必須要從這邊灌入油料 從這邊灌進去 把這個油料灌進去以後 把每一個地方就是把整個鑽石 泡在一個油料裡面 早期的時候是把它泡在油料裡面 讓那個油料就進到這個紋路裡面 那現在不是了 現在是用一種叫做高纖玻璃 為什麼用高纖玻璃 因為高纖玻璃是跟鑽石的特質物理 光學物理非常接近的一種東西 所以是用高纖玻璃把它灌進去 高纖玻璃如果一灌進去的話 這邊的紋路你就完全看不到 所以你看起來如果有油料處理的以後 你會完全看不到這些紋路 這紋路通通都會不見 你會看起來它就非常乾淨的一個鑽石 我們知道鑽石就是依照它的顏色跟進度 等級來決定它的價值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做的結果 是把它的進度大大的提升 提升了三個等級 我們看何種寶石被常常拿來油料處理 大概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你剛剛講的竹母綠跟鑽石 還有竹母綠 不過現在這裡我突然看到一個這個 很重要 鋼玉就是什麼東西 紅寶石 觀眾朋友你要特別小心 最近有很多的紅寶石在產自於哪裡 產自於這個越南 從越南出現的紅寶石 都會經過油料處理 那我們下次碰到我們再來說 剛才你不是在問說 這一顆鑽石 不是為什麼顏色會變得比較黃對不對 而且怪怪的 我跟你說 這就是剛做的時候 這一顆鑽石剛剛經過高纖玻璃 灌進去的時候 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這就是長時間你佩戴的結果 久了以後 這一顆鑽石慢慢就開始變黃 就越來越糟 越來越糟 黃度就會越來越糟 可是裡面的那個光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七彩光 慢慢慢慢會變成白色 那七彩光慢慢慢慢會沒有 然後會變成一片白色在那邊 就會更難看 來不過油料處理呢 我們說說一下油料處理的鑽石 還有幾個重點 我們要看一下 第一個 所有的鑽石 在目前的油料處理 都是一種叫做高纖玻璃的填充劑 這個的油料處理跟 跟竹母綠跟紅寶石的油料 都是不同的材質 都不一樣 那如果它填補在鑽石裡面呢 它不會受到超音波或蒸氣清潔的影響 你記住喔 可是紅寶石跟竹母綠 就不能去做這件事了 如果紅寶石或竹母綠 有經過油料處理的話 拿去超音波或蒸氣清潔 有的珠寶店是好心 你拿去 你要去跟它買的時候 它看到你手上有帶一個竹母綠 或帶一個什麼紅寶石 它說它幫你清潔一下 就把你那個戒指 把它擺在那個 超音波 超音波那個有沒有 常常有 那個出來以後你就會發現 出現裂紋了 所以如果你是店家 你要記住 竹母綠千萬別擺在超音波的機器 去幫別人清 不然到時候裂紋出現以後 增值就會產生 那翡翠能不能放到超音波裡面 翡翠可以 翡翠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翡翠沒有這問題 翡翠怕一樣東西 如果是B貨的話 A貨的翡翠都沒問題 對 B貨的翡翠怕一樣東西 就是怕了火槍 火槍久了以後 因為B貨的翡翠裡面 是有那個素質 素質經過火槍以後 它會變黑 變成灰褐色 要特別的小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鑽石要重新拋光的話 它也會出問題 這個也要小心 重新拋光的話 它這種填充的處理 就會造成它的口就會更大 好 鑽石油料處理 它除了會 主要它是要增進鑽石的進度 我們剛剛說了 顏色 進度 切割跟重量 這四樣東西 是決定鑽石的價值 那提升了其中的一樣 當然整個價值就提升 所以其實這種東西 在美國都會 美國的聯邦貿易法規 就是他們的FTC 都會要求已經立法了 要求所有的珠寶店 都必須要公開 就是說你要賣這個鑽石的時候 你一定要告訴別人說 這是經過油料處理的鑽石 否則你就犯了詐欺罪 這個是在美國 很嚴格的 非常嚴格 可是那個GIA上面的話 你的進度上面的話 你在看的時候 不是就會知道說 它是有油料處理的嗎 好 當我們看到有油料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不做進度 包括GIA也是如此 就不做進度的判斷 因為沒有辦法 它上面就會直接載明了是不是 是有經過油料的處理這樣 對 它上面會寫說 油料處理 或者是經過高纖玻璃的處理 它就會載明這樣子 然後它不會告訴你說 它的進度是多少 所以結論就是 如果你要去看一個 GIA的證書的話 那就重點就來了 如果它上面沒有寫 進度等級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 它有可能是油料處理的 這個要小心 好 油料處理的到底是怎麼鑑定 剛才大家都看到了 那個我們用Live的方式 讓大家看到那個七彩光 油料處理就是一個方法 拿一個放大鏡去看 打一個側光過去 然後那個石頭慢慢的動 動的結果 你會看到那個七彩光 所以就是尋找那個七彩的閃光 我們剛才看到的 就是尋找那個七彩的閃光 就對了 你把七彩閃光找出來 那就一定有天然的鑽石 不會有這種七彩閃光 所以你千萬記住 只要你看到鑽石的內部 含有七彩閃光的話 那就一定是經過油料處理 好 來 馬姐沒關係 反正是朋友送的啦 對 這個就是朋友的心意 然後帶好玩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也掉了啦 這頭也掉了 掉下來了 沒關係 找時間去把它 把它黏上去 沒關係 我覺得 你這個還不錯啊 你掉了以後都還找得到 不然的話這其實應該找不到 現在可以丟了吧 不要 多少 八千 八千塊 你看啊 本來應該是 兩萬五千塊到三萬塊左右 對不對 經過油料處理的話 大概 三分之一 不是 那八千的話 它如果經過油料處理 它可以賣到多少 如果它經過油料處理 剛開始出來的話 它就可以賣兩萬五到三萬塊 那兩萬五到三萬塊 就很像 對 就兩萬五到三萬塊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個 是黃鑽的一個套組 興玄 你覺得這兩個 是不是同一個東西 這個比較漂亮 應該不是 因為顏色的話好像不太 還有一點點不一樣 對不對 你看 我覺得這個顏色 好像比較濃郁一點 對 這個稍微比較淺一點 對 那你這個是一組的嗎 一齊版 一齊版 沒有 我猜那個設計師 應該是真的是 這應該是給它做一組的 因為它的設計款是一樣的 對 你看它旁邊的配飾 跟設計上面 你跟同一個設計師買的 不是 我買裸石 你買裸石 你在同一個時間 一起買的裸石嗎 對 這兩個裸石是一起買的 對 我跟你說 這個寶石 這個樣子的 跟這個樣子的 有很大的差距 你說你買多少錢 兩個 它買將近70萬 兩個買70萬 連設計嗎 寒工帶料 寒工帶料 連這些 那我問一下這個珠寶 這個好了 主石好了 主石 你那時候買多少 我們其他設計不要算的話 對 其他設計先不談了 忘了 你還含這兩顆祖母綠嗎 沒有 這個不是祖母綠 這是什麼 這個都是 橄欖石嗎 橄欖石 橄欖石 顏色不像 對啊 這好像也不太對 六 應該這麼講 我買的是裸石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就自告奮勇 就說我幫你設計 好啦 來 我給你這樣子 你兩個 反正連設計全部加起來 大概70萬嘛 就是我這樣子 全部 好 那兩個先不管 那個不太重要 來 我們先說 我先說這樣子 這些東西 這個 包括這個 外觀的這個 加起來 大概 大概就是鋼玉類 或者是 電氣石 那反正大概就是五六萬 如果鋼玉的話 大概要十萬塊錢 差別就是五六萬 沒關係 我們就算最高 就是十萬塊 對 我們就算十萬塊好了 好不好 這個十萬塊 那去掉的話 這個 就是要價值六十萬 我們不算這個 我們假設不算這個 這送給你好了 那既然進學徒講了 這兩個顏色都不一樣 不同的東西 我們先說這個 沒關係 我們先講總價 你要先說這個 對 好 來 您顧這一顆的話 大概價值多少 四十 應該這麼講 這一個四十嗎 不是 這兩個四十 兩個加起來四十 兩個加起來四十 好 來 我們先做這個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手上的一個戒指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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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見價